《文字幕》 现在我简单来介绍 我们服务院长的学经理 他是台北医学院的医学士 臣赴法国与国家卫生研究所博士后研究 他曾经经历过金融市长庚医院列科副主任 台北医医学大学护士医院教学副院长 肾脏列科主治医师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发展通行主任 他现在是卫生服务部双核医院院长 台北医医学大学医学系肾脏科教授 他的证照有列科专科医生证书 肾脏专科医生证书 他专堂医 急性肾脏脏 慢性肾脏病 尿毒症 蛋白鸟 血液透析 顾膜透析 肾脏移植赞医植负品定义 双核医院也很大 应该在北二高的地方 各位 等下各位好好聆听我们吴院长 为你们讲解这个腎脏方面的支持 好 各位大家掌声鼓励大家 今天非常荣幸 然后基金会我们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见面这样 首先非常感谢洪博士还有王社长的介绍 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 我们是特别 我后来想一想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个非常多的数字的这种 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快乐的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肾脏健康跟快乐的生活 其实肾脏这件事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肾脏这件事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肾脏它走到底 就是肾脏坏到底的时候 就会遇到我们大家常说的 大家都说洗肾 其实这叫做偷袭治疗 那其实如果用我们就是比较专业的名字 这就叫做默其肾病 就是你的器官完全坏掉 肾脏完全坏掉的时候 那就需要所谓的替代疗法 那这样我们才能活下来这样 那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洗肾还有移植这样 肾脏移植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 这件事在台湾有多严重这样 因为这个全世界每年都有一个公告 通常都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 那这件事已经大概二十几年了 那这个应该在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全世界的比较 我们把很多就是各国世界各国 然后就会把这个数据 那有一个全世界 那当然他是在美国 这个总部在美国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全球的 所谓透析人口的 透析人口默其肾病人口的 而这个比较 那台湾两千年的时候参加 就是二十年 就是西元两千年 二十年前参加第一次 就是我们全台湾单位人口里面 接受透析治疗 就已经全世界第二名 新病人全世界第二名 就是新病人每年产生的 可是隔了一年以后 我们再送去以后 就变第一名了 就是第一名 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所以我们的就是接受默其肾病 在单位人口里面 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是单位人口里面 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里面 那大概现在有八万到九万的人 是在接受透析治疗 或者所谓的肾脏替代疗法 因为加进去了移植这件事 然后看起来这件事 会不会马上就结束 虽然我们大家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现在我们新病人产生的速度 在单位人口里面 也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我们新的一直进来 旧的加起来又是全世界 所以这件事对台湾来讲 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件事不是对个人的影响而已 因为个人不管是要接受透析治疗 或者经过移植治疗以后 那他要接受这样的药物治疗 所以个人是非常 而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 虽然有大家也都知道 有些人他接受透析治疗以后 那他的生活还是一般如常 还是可以去吃东西 游戏什么社交活动都没有问题 甚至在工作 那也表现得非常好这样 那可是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对生活 那对家人当然非常多的 也是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有一些这些透析治疗的人 接受透析治疗或移植的人 那常常他需要像说血液透析治疗 透析以后又分两种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那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 那常常家人都要帮忙 像血液透析 他一个礼拜最标准的治疗是 一个礼拜要到医院三天 因为在台湾还没有 医疗法里面还没有通过说 可以全面的除非特殊的状况 或是在临床试验 不能在家中自己透析 那家中自己透析也有他的要求麻烦 但是这样就变成说 你家人也要这样的照顾 有时候尤其这些都是老人家 因为平均台湾开始透析的年纪 那在今年我们台湾最新的数字 开始透析的年纪平均是67岁 都是老了 所以有时候都需要很多家人 所以对家人也是很大的困扰 那除了对家人以后 其实对国家也是很大的困扰 对社会、国家 因为他们就会需要用到很多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大家也知道全民健保 然后会照顾每一个我们的人民 每一个公民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医疗费用 发挥在这个整个透析治疗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问题 那事实上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只有台湾有 台湾当然是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美国也同样的问题 日本也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件事是 大家保护自己的肾脏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但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家人 也为了我们整个社会 台湾的社会 所以这个每个人做了一件事以后 其实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 其实是对所有人都会变好 那这时候我们回来 大家就会开始来问第二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台湾人有这么多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 我们再看看 刚刚我们说我们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谁呢 第二名是日本 那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美国 所以这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虽然报纸都会说 台湾人肾脏病比较多 莫及肾病比较多 是因为我们人种不好 习惯不好 然后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可是你看看 日本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吗 美国是不是一个很坏的国家 虽然他们现在有点乱 但是大家都不能不承认 他们都是好的国家 那你甚至可以往下看 再往下看的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常常都是谁 但是他们自己有一点变化 新加坡 德国 比利时 我只能说都是好国家 就是大家认为他们 那因为为什么其实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件事 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透析的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莫及肾病的人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 这个国家要照顾 要照顾这个 而关心这样的病人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没有办法负担的治疗 像你透析 每次每次的费用 虽然台湾的透析费用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 但是这么多人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负担 对个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通常我们洗一次 我们所谓的血液透析一次 要三九一五 当然这个是点数 但是大家也不用去管 大概就要三千多块 一个月要十几次 你等于要租个小房子这样 租个小房子 你可能一个月要五万块以上 那中间还有很多的费用 所以这是个人几乎是没有办法负担的 长期 因为有的人十年二十年这样 所以这些是因为你看看这些国家 那个所谓的末期生命比较多国家 其实他们都第一个要点就是 他的政府愿意照顾这些人 那你可以看看说在全世界的这样的 排名或者在这边的调查里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是 像你就看不到很多穷困的国家 像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 甚至我们对岸的就是中国 他们连在榜上都没有 不是没有这样的病人 是因为他们连全国的记录系统都没有 登录系统都没有 所以这些事情有时候 我们在媒体这边有很多 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们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是非常多面向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说为什么那么多人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是一个 友善就医的一个环境 台湾是一个友善就医 其实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感染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政府 我们就是有办法去 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医疗的环境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政府也愿意拿出资源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我们就开始在讲 那如果从疾病的端来看这件事 往前来看 哪一些人 其实我们在台湾所有肾脏病的人 就是肾脏会走到最后一步的人 那都是哪一些人是最多 那47%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台湾的数字 47%是糖尿病来的 所以这些事情 很多 大家会开始 第一糖尿病来的 那糖尿病如果照顾得很好 不是照顾不好 照顾得很好的时候 糖尿病的人 他的整个存活率就非常高 他就会继续在生活里面非常好 那糖尿病久了以后 他就有一部分的人 就会产生肾脏的合并症 所以这个时候 也是糖尿病 在这个全台湾里面 造成末期肾病的这个数目 反而是越来越高 因为糖尿病照顾得越来越好 那记得 因为当然我们有一点点年纪了 记得我们在30年前 我们开始进入 这个医疗这样的领域的时候 那个时候 糖尿病的人 如果接受透析治疗 其实 而且他也不是透析的第一名 其实通常都活不过三年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进入透析治疗 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的 有非常好的生活跟整个健康状态 那也是说 所以糖尿病的人 因为我们糖尿病 我们整个医疗环境的改变 那我们所有的人 就越了 那个糖尿病的这些人 他就可以被照顾得很好 然后就是活得很好 活得很健康 然后但是合并症后面就来了 合并症后面来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肾脏衰竭 因为通常糖尿病得了以后 肾脏会坏掉 如果没有其他别的因素的话 通常需要10 最少要10年 通常是15到20年 所以通常有的就 四五十岁得 然后六七十岁肾脏坏掉 所以这整个情形 所以这个部分 糖尿病的控制反而越来越重要 那大家不但是要控制的很久 然后而且他控制的很好 让他的合并症不会出现 大家大家都知道 糖尿病 他是一个状况 会造成很多合并症的状况 肾脏是其中一个 然后心脏血管疾病 还有眼睛还有周边血管 那这个血管疾病 那就包括了中风心脏病这些 所以其实糖尿病 糖尿病确实是一个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造成肾脏衰竭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名就是高血压 其实有些人常常 常常就是 就是比较年轻或中年以后 开始有高血压以后 他慢慢的他的肾脏有受到伤害 其实肾脏是一个 就是受害者 因为你这样的状况 全身的变化他反而会这样 那另外完全由肾脏 就是小时候有通常 这个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得的 就是像那些所谓的肾脂囚肾炎 通常他是免疫的疾病 那这一种的话 那是完全是肾脏来的 其实是在逐年减少 那以前可能占到 20%的末期生病从这边来 那现在已经可能是在 10%以下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照顾的比较好 所以在整个就是 原发性的肾脏疾病反而是在减少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 最常见的这些原因 所以我们要防止这个往 就是末期生病这边走的话 那就是要把这些控制好 那就是包括血糖控制 血压的控制 然后还有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看你的状况 那所以这些又要回答我们 所以我们的刚刚我们在提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圣诞病在台湾非常重要 那圣诞病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几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医疗制度非常好 我们的健保制度非常的支持这样 然后另外我们的慢性病越来照顾越来越好 那第三个原因会那么多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老年化的社会 就是那个圣诞病其实是一个老人家的毛病 就是你这个器官 其实我们大家都要有个概念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谈生死 可是所有的器官都会变差 随着年纪都会老化 其实所有的器官都有它的年限这样 当然可能我们本来如果一个健康的器官 它是要给我们用150年用200年 可是因为在我们生活上遇到哪一些的挑战或者受伤 那器官有一些就受伤了 所以让你没有办法用到那么久这样 所以随着年纪变老 我们的肾脏都会持续变坏 那通常哪一点开始 通常我们都说大概在40岁 我们就是开始走下坡了 肾脏这个器官 就会继续继续的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前面已经有受伤 然后后面就会慢慢慢慢想 那看我们常常都笑说 这种就是叫做死因的竞争 就算我们大家都活超过100岁 那终究有一天会走 那到底是你在哪一个点让你失败 那你没有办法再存下来 那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 肾脏不要是第一名这样 那这样 所以随着我们老年化的社会 大家看越来越老的时候 那这个器官就会往下走 那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讲一遍 我们有非常好的医疗制度 我们非常好的 我们非常好的 这个照护慢性病的状况 那还有我们越来越老了 这是我们造成我们人 这么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原因 那当然大家会开始又讨论很多别的事 那这些都是因素但是不是绝对的因素 就像说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在很多的研究发现说 空气污染也会让肾脏变得比较差 身空气污染 那甚至我们的不管是食物用水添加物 还有我们药物的使用 那这些都有一些占有一些角色 但是第一名是糖尿病 那有一些很正常的人他就受到这些 他就有那样的空间去碰到 因为我们大概也知道说我们的环境不是完美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告诉刚刚大家再次的强调说 台湾真的有这件事非常重要 然后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这些原因造成我们人特别的多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问下一个问题 每次大家都会一进门 现在越来越少了 因为可能大家越来像各位这样 就是非常的积极的去摄取 或者是去讨论这样的健康的议题 那每次一进来 常常很多人就跟我说 肾脏病就是没有药医 甚至我们在我们在医界里面 在不是这些 不是专门照顾肾脏病病人的一些部门 也会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国民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圣友们这样说 其实肾脏病应该说当然是有治疗 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 现在人大家可以活人越来越久 当然是有治疗 那因为肾脏病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 就是一件就是一个名词而已 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应该把它分说 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 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病 甚至由肾脏病引起的肾脏病 食物中毒的肾脏病 急性胜在后后面的肾脏病 所以非常非常多 所以第一件事 肾脏病当然还是有可以治疗的 那你如果糖尿病的话 我们可能在原发疾病上要有更好的治疗 所以这是原发疾病的治疗 血压当然要控制得更好 那再来就是说肾脏病的时候 他肾脏又有另外一个特征 那他的治疗 就是肾脏病的时候 他会产生又 因为肾脏其实简单的概念里面 他是一个环保的器官 就是身上我们接受外面各式各样的外面的 这些进来的东西 我们从来就没有去完全控制说 几毫克 几毫克 几克 然后多少cc的水什么进来 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这根本也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有了好的肾脏 好的肾脏就是你吃什么进来 他把它处理掉 该丢掉的废物就丢掉 多的就拿掉 少的我们就多吸收一点这样 那这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环保局的概念 所以肾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这样 那所以当这个肾脏出了状况的时候 就别的器官也会出现问题了 大家可以稍微想想看 肾脏不好就是 这时候很多我们不需要的 或是不好的代谢产物 就会留在身上 那留在身上的时候 其他器官就受到影响了 所以真的肾脏真的很不好的时候 往下走的时候 那这时候 从头发到脚趾头 通通都受到影响 发质会变粗 皮肤会变差 视力会变差 听力会变差 嗅觉也不好 味觉也不好 本来好吃的东西也会变得不好吃 然后动作会变慢 肌肉会变慢 心脏也会受到影响 肺部也会受到影响 肝脏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 整个人泡在垃圾堆里面的那个概念 就是好像你想想看 你的垃圾没有被清出去 那家里是什么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 我们的环保局有一个月不做事了 所以肾脏病 第二个治疗就是说 它产生的这些合并症 我们也要去治疗 因为这些合并症产生的状况 会倒回来 又让我们肾脏变得更不好 所以我们等于要防守 第一个我们刚刚说 治疗它的原发疾病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线的治疗 第二线的治疗就是说 它造成的第二次的伤害 我们可以再去处理它这样 所以肾脏病当然有治疗 除了治疗原发疾病以外 治疗它的合并症 事实上这些情形 还有很多身上很多的状况 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我们都有继续的治疗 包括所谓贫血的控制 因为这些也是肾脏病常会发生的 然后还有一些体液电解质的变化 这个也是一般人不会 但肾脏病不好的人也会发生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身上有一些血压控制系统 那个也是在肾脏处理的 那个我们都可以给予特殊的药物 所以应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肾脏病是有治疗的 治疗的目标当然不是让你烦恼烦通 就是又回到10岁的肾脏 至少它会让你说 原来的疾病伤害会停止甚至再好一点 另外就是它变坏的速度 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坏 让它变坏速度变得更慢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件事 那这就是一种我们说死因的竞争 肾脏就不会是你的第一名了 你如果让它坏得很 所以坏得比较慢 所以后来你可能还是因为退化的关系 因为失智的关系 因为其他的问题出了问题这样 所以如果肾脏 所以简单再说我们一直再重复 大家都说没有治疗 其实是有治疗的 而且有非常多种的治疗 各式各样的治疗 而且是整体性的治疗 那在这种整体性的治疗 在台湾是非常进步的 在全世界 因为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发展了我们独特的系统 虽然我们的透血量还是在增加 可是我们在这个肾病的治疗里面 其实上是有治疗 而且是非常进步这样 那现在最近在这个肾脏病里面 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了 那是因为整个医界的进步 整个医界的进步以后 大家都会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了 很多会造成所谓的急性肾损伤 那包括现在大家都会常常听到某某某某人 那他就是心脏病了 心肌梗塞大家一定有听过 那就是冠状态出了问题造成了阻塞 那在以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可能有一半的人他只要一次他就再见了 那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 整个医疗台湾医疗系统的进步 而且标准化以后 我们现在每个医院都有要求说 当这样的情形一进到急诊室的时候 我们90分钟就要把导管放进去 把扩充的气球打开 那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品质指标 所以很多很多的医院 台湾很多的急救的医院 就重度急救医院 就像我们双核医院一样 那我们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 那这样的大家都完全标准化以后 就会有一件事了 这些以前会走掉的人 就是心肌梗塞这一类的人 现在90%都活下来 那90%活下来的时候 他付出什么代价 这里面很多人肾脏就坏掉了 因为心脏不好的人 通常肾脏就会差一点 那如果你要接受这样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接受 而且是一个非常救命的一个步骤 但是那你就要接受很多的显影剂 而且是在如果像心脏病的时候 那他的血压变得不稳定的时候 肾脏第一个就受伤害 然后再加上显影剂 再加上这中间的一些和平症 虽然后来我们度过了重重的难关 那我们的朋友们都回来了 可是他的肾脏就坏掉了 那以前这些是不会出现的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看到 什么电视里面开始说 谁谁谁 开始病得非常严重 又上了叶克膜 那像这一种的体外的循环 体外的心肺肌 他通常一上去以后 几乎每一个肾脏都会受到伤害 那那个都是以后肾脏要坏掉的人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糖尿病的照顾也越来越好了 以前不管这些糖尿病的这些 我们的节肢也在减少了 那些周边血管疾病也减少 那这些所有的治疗里面 有一些都是会造成肾脏伤害 或者疾病本身像很厉害的感染 也会让受伤伤害 所以在这个很多我们 其他疾病的 其他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进步 都会造成后面会越来越多的肾脏病 所以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那所以肾脏开始肾脏病的变多 就是越来越多 那虽然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 那这些也是我们继续 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 那大家都说 这些事不关你们的事 因为我们身上 大家都是非常好 就是身上非常健康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别人的事 那事实上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 刚刚我在讲的 我刚刚讲的第一阶段 就是那些透析的人 透析的人大概占我们 我们所有人口里面大概千分之 大概千分之三千分之四左右 这一千个人里面有四个 可是再来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二群人 他还没有透析 但是肾脏已经开始在变坏 那这些有多少人 那个大概占百分之四 所以台湾有两百万人 肾脏是有一点差 但是还没到那里去的 那刚刚我们就有提到 那这两百万人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是有治疗的 那你的所有的疾病 其他的疾病要一起治疗 不然他会倒回来 就是让你更多的伤害 可是你会说那都是他们的事 他们大不了两百多万人好了 可是我们还有 还有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还有两千万的人 那没什么大不了 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其实不是我们当然都是完全连在一起 因为我开宗民意就说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家人的问题 这是社会的问题 这是国家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一起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往前走 好 你不是这两百万人 你是这边还有两千多万这边的人 那这时候就会说 那这些人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肾脏 那这两千万人里面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还要再把它分成两边 一个就是所谓的高危险群 就是你以后非常有机会走进 虽然你现在是两千万人这边 你以后是有机会进到两百万人那边去的 那哪一些人呢 其实这是有非常明确的高危险群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说糖尿病的人 我们刚刚说了 糖尿病的人占了 那个透析的人 可能占了47% 那可是糖尿病的人 一生中如果糖尿病 然后会变成肾脏症 大概也是30到40% 就是有三个糖尿病的人 就会有一个以后肾脏会坏掉 那是不是能走到最后一段 走到透析 不一定 因为其实在两百万人那个群 就是有生命的人 其实在中间也有的人走不到最后一段 它中间就有很多的和平症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两千万人这边就是说 现在肾脏还正常 有哪一些人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糖尿病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要怎么注意 有糖尿病的人你要注意 因为你是高危险群 虽然现在肾脏是好的 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讲 当然是高血压 如果有高血压的人 他就会说 那这个跟肾脏没有关系 没有 高血压跟肾脏非常有关系 我们刚刚说它是造成 末期胜病的第二名 所以有一些人高血压久了以后 他肾脏就会开始出状况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危险群 第三件事就是 第三件事说 就是年纪大的 我们刚刚在讲 年纪大就会变坏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说 最少最晚65岁以上 那你就应该要 当作是一个高危险群 那高危险群我们等下说 我会跟大家说 那高危险群的人要注意什么 那还有一群人 就是第四 第四类 是第四族的高危险群 就是家族齿 因为有少部分的肾脏病 它是遗传来的 另外有一些也是体质的关系 所以这四群人就是我们的高危险群 我们再念一次 糖尿病高血压 年纪大的 还有有圣诞病的家族史 那这些人就是要把自己当作 我们是一个候选人 有可能跑去200万人那边 那我们希望 当然大家都在说超前部署 那当然是疾病就是要 不希望疾病发生 在疾病前就挡住它了 所以这时候高危险群的人要做什么 高危险群的人通常 就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你的 这些原发疾病控制好 那当然糖尿病就控制糖尿病 高血压控制高血压 然后要追踪的就追踪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这四类人都用 尤其是刚刚我们在讲的 年纪大还有家族史 那就是定期检查 那定期检查多久呢 就是其实半年就可以了 半年的时候半年 那你真的太忙 最少也要一年一次 那你就来检查你的肾脏功能 因为肾脏其实 报纸上或者是在媒体上一直说 肝脏是一个无声的器官 其实肾脏也是一个无声的器官 肾脏要等到你觉得不舒服 通常已经都是接近要透析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来检查 那来检查的话 通常就是我刚刚讲 它的频率 那就是半年或一年 最少 然后 检查什么呢 其实要检查只有两种东西 一个检查尿液跟血液 那血液的话 当然它有一些圣诞功能的指标 那我们可以发现 可是血液是一个落后指标 尿液里面 我们就通常我们是会去看蛋白尿 尤其现在我们在整个健保的整个规范里面 它给我们就是可以使用 就是来验那个叫做微蛋白尿 非常微量你就会知道 那就告诉你 就给你一个警讯了 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伤了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糖尿病的例子 其实肾脏病是一个慢慢在走的病 除非当然有一些急性状况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像你说你的就是那些就是心肌梗塞 冠状态疾病 那个有一些急性的伤害 可是基本上肾脏在变坏的时候 它是慢慢来的 那它没有什么症状 好的不得了 大家都说我就非常强壮 那可是等开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那那个已经都是 通常都不是就是可以挽回的余地 因为越到后面它是越困难 因为你已经坏掉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在我们来到这一边就是高危险群 大家一定要知道高危险群是哪一些 然后这些我们要怎么去来防范 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好像他们就是说什么 六分钟呼一声这样 其实你就是每半年check一次 你的小便跟你的血液这样 那你就会知道 你是不是在往坏的那边走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安心的过一样的生活这样 那如果已经开始有状况 那当然还是又回到说有没有治疗 当然有治疗 那我们可以来现在有一些药物 那都可以来减少蛋白尿 然后减少这个肾脏的变坏的进展 那这个是目前都有很多的药物 一个一个在出来 包括有一些是糖尿病的 然后高血压也要用特别的高血的药 它除了可以降血压也可以 就是预防肾脏的变坏 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药物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来完全来谈这些药物 其实很多很多 然后也我们看着个人的状况 来治疗 然后来追踪 那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肾脏 维持在2000万人这边 那另外又有人说 那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也没有高危险群没有什么 那这时候就完全就是 几乎是完全健康的人 然后甚至没有病死 那这些人是不是 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 这这样健康的人 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肾脏这样 那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生下来 不是为了限制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一般还是如常 那通常我们的简单的原则 我都简单的原则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大概就是在饮食的习惯里面 那饮食的习惯里面 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 食物取得的单纯化 就是那个非常简单化 你要吃什么 甚至以前他走出去 现在大家好像都是叫什么 Uber Eats 什么Food Panda 就送来送去 越来越简单 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 简单的原则应该是 少盐少油少肉这样 就是我们食物可能要 还是要慢慢走向清淡的 因为大家 这个不是只有一般的 所谓的说好像这是生活的伦理 那事实上它是 不管是盐 蛋白质 油脂 尤其是蛋白质 还有盐分 那个都是在肾脏代谢 那在肾脏代谢的意思 肾脏代谢的意思 肾脏代谢的意思 那当然就是 这是在肾脏代谢 所以你给它更多 它的负担就更大 就是它有很大的负担 给它越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可能可以 以后吃的比较咸一点 或吃更多的肉 你就会告诉 你就要安慰你下 你自己的肾脏 我今天不好意思 让你做了更多的事情 因为通通都要在那边做 那我们肾脏是有单位的 那我们再回来就是说 其实肾脏的整个概念 我们的肾脏我都说 肾脏是全身 大概是最复杂的器官的第二名 可能只有输脑而已 因为它里面有 它的细胞里面 非常多种的细胞 那为什么它那么复杂呢 因为它就是环保局 那我们在生物的演化过程中 我们可以在路上这样走来走去 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其实生命的起源 应该是从盐水那边开始 就是在海水里面淡水里面 那你想想看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那像你在海水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水 有很多的盐分 那这里面的控制 如果你在海水里面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做太大的处理 可是一到淡水以后 你就要把盐分留在身上 那一到登陆里面 登到路上以后 你要把肾脏 我们的肾脏 大部分都是肾脏单人症 你要把水分留在身上 再把盐分留在身上 这里面是非常复杂的 那这些复杂是 我们都说 这是六百万年演化的结果 那演化的结果 越复杂的器官 就是在生能力越差 像我们比较简单的器官 就像我们皮肤的表皮好了 你可能擦 轻轻的擦伤 过两天就好了 皮肤一样漂亮 甚至还有人用磨皮的 越擦越漂亮 越细 可是肾脏不是 脑也一样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伤害到一个地步 它是不会回环转的 而且它不造型的 就是妈妈生给你的 就这一套 它的造的就是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让我们 所以肾脏是有单位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扣打 你如果一直 一直 如果你大家都一直把它消耗掉 那你就会用掉 那通常来讲 我们肾脏的那个单元 我们叫做肾源 一个肾脏有一百万个肾源 两个有两百万 它不是一直工作 它是轮流工作的 就是有时候这边休息 有时候那边休息这样 那你给它更多的工作 那就像你叫你的员工 一直加班 然后他们有的就生气了 有的就离职了 有的就挂了 那你想想看 你现在有100个员工 那你肾脏如果挂掉20% 那就84个人做 那就越来越累 所以通常肾脏的变坏 走到后面的时候 会越来越快 因为你根本没有员工 那他们就日以继夜的 帮你做事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当 我们身体还健康 肾脏的我们的员工 大概很好的话 那我们替身体里面 做一个幸福企业这样 就让他们休息 该做就做 然后该休息就休息这样 那我们就要少吃一点 这是清淡一点 那这些 所以为什么少盐少油少肉这样 那这个是当然 这个都是有实际的 临床的数据跟证据 还有研究都有显示 蛋白质越少 对你的肾脏是越好 就算肾脏好的人也是一样 会得到一些好处这样 那你的血压也会变好 那这些事情 而且每一个世代都在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今天有比较多的时间 其实每个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些演化的过程 那在早期 我们人类在进化 刚刚我们是讲生物的演化 可是人类的进化跟这个也非常有关系 那你看看 在早期就是甚至我们在父母再更好 祖父母再更前你们这个时代 其实人类在走动的时候像盐分 盐分其实本来是不容易取得的 我们还没有走到海洋时代的时候 还在大陆时代的时候 所以你看看那个金庸小说 武侠小说里面都有盐帮 就是有盐就有钱 那有钱当然就有黑社会这样 那就有盐帮 所以盐以前是非常珍贵的 盐以前是非常珍贵 可是后来一直走到海洋的世代以后 盐就变得比较容易取得 所以大家反而就是 就是有更多的盐分的出现这样 那像这样的情形 像这样的情形 随着时代变化 大家饮食习惯也在变化 现在大概前一阵子 就是我们的祖父母是来 可能吃得比较咸 然后慢慢现在又开始清淡 可是清淡是对 对肾脏是好的 那在整个身体的构造也是一样 那以前的人或许是几千年一两 两千年前或者是不应该 在更早之前 那如果我们还在狩猎的时代 你盐分也很难拿到 你的那时候 你可能身体的状况 在演化的过程中 很容易把盐分留下来的人 那他是一个好种就对 因为他可以把盐分留下来 因为一定要有盐分 我们才会有维持身体体液的状况 然后你才会跑得比较快 可是现在盐那么容易取得以后 很容易把盐分留下来的话 那就会高血压肾脏病 所以以前的好种不一定是现在的好种 那这些得会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前的状况就是 盐分还是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已经够了 那这些也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 如果是完全健康 然后这是第一个饮食的控制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状况 也对肾脏也比较好的 那当然就是除了饮食的以外 那另外就是当然这些添加物 这些饮食的部分也都可以要减少 因为那个都是肾脏的负担 那运动也被证明说对肾脏是好的 当然不一定是要非常剧烈的运动 然后适当的活动 那还有一个 我也必须再讲的是 这个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几年来 已经慢慢发现说 有一件事情跟肾脏也很有关系 那就是心情 你如果不快乐的人 他肾脏比较会坏掉 尤其肾脏已经坏掉的人 你再不快乐 你再忧郁的话会更坏 然后很多的焦虑也会变坏 压力也会造成肾脏的伤害 因为很多的荷尔蒙会在那边造成一些变化 所以如果回到 你会发现说所有的器官都一样 回到我们最终都是一样 就是你会有越快乐健康的人生 那他就会变好这样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日常保健 我想应该是最简单的几个原则 所以你就算是不是高危险群 那也应该开始做个 就是对肾脏最友善的内在环境给他 那这时候我们才会有以后才会有减少 那我们也相信说 在前面这一段如果控制好的时候 后面就会比较少 会进到肾脏不好的那个状态 那那个我们就有机会再去 就是我们就有机会让我们的这个数字减少 不要一直当世界第一这样 那我想我大概的整个原则 其实我本来刚刚那个红模式有说 有一些时间让大家问 我是觉得说 我们也不知道在我们这边的朋友们 都是我刚刚讲的属于哪一群 现在至少有四群 第一个是完全健康 第二个是高危险群 然后肾脏一定有点状况的 这是第三群 另外就是说肾脏已经坏到底 那现在可能在接受一些就是替代疗法 那我们也是 所以也不知道是怎样 大家各位朋友们不知道是属于哪一边 那在这四群里面 有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有一些替代疗法的人 那当然他们的问题可能会在想说 那这些替代疗法的选择 还有这里面的一些特别的状况 另外一边可能又有别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说 那是不是我会留更多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来提问 那我们在想说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 你们想要的一些资讯 或者一些概念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有四群人 完全健康高危险群 已经肾脏病了 已经肾脏坏到底了 那这些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愿意就是来回答任何 就我所能 然后可以愿意来回答 大家的任何的问题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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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请问医孝 您听得到吗 请坐 坐下来 请问 如果说 像我妈妈八十五岁 她肾脏没有五足 但是她那个肾脂球指出 只剩下四十七 那 那 那请问如果 那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 她会 她的肾脏会 会造成萎缩这样 她要怎么样维持她的那个肾脏 那个健康 才不会萎缩这样 OK 我想应该 这个 谢谢这样 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我说应该就是要开放给大家 因为大家的情境都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我有就是 没有完全表达你的意思的话 你再跟我说 第一个就是说 这位我们就是朋友 那她母亲八十五岁 圣诞功能已经不好了 那你刚刚说已经生殖球过滤率是十几 十七 四十 四十 四十七 其实还不错啊 那生殖球过滤率 这个就是为了 就是 它是一个肾脏功能的指标 那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先讲这些名词以后 让大家理解以后 那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 生殖球过滤率这件事是在以前 其实在2002年之前 肾脏病其实没有世界共通的语言 就是肾脏病的程度 大家都会肾衰竭什么 那在英文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名词在讲这件事 那后来在2002年以后 我们就全世界圣诞科的圣诞科界就一起来决定说 那以后我们要讲共同的语言 那就利用圣氏球过滤率来分类 所以你们现在会听到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 那47其实是在第三期这样 是中间的 那这个当然这个数字的出来 主要当然是看实际的状 就是实际的这个病人的状况一起 就是说来算出来来这样的分类 在2002年的时候 那主要还是来自于欧美的人的数字 就是在美国、欧洲他们数字弄出来 那当然来到了亚洲的以后 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那所以他分了五期 那分了五期以后就会预测 那那时候我们 大家整个全世界的概念都认为 要90 圣氏球过滤率要90以上才是正常 那这个正常跟不正常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是不简单的 因为他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说 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 那后来开始有这样定义 开始收集资料 十年之后就发现说 这样的分歧 因为我们其实要这样的分歧 最主要是预测以后肾脏会不会坏掉 就像这个朋友一直在想的说 那他会不会以后肾脏会不会坏掉 是不是可以维持在这里这样 那后来发现说 如果没有蛋白尿的话 其实这个圣氏球过滤率60以上就正常 那他的正常的定义是什么 他以后肾脏坏掉的机会 跟圣氏球过滤率90以上坏掉的机会是一样的 他没有比较多坏掉 这是变坏的机会 那这个是欧美 那另外一个在台湾又发现另外一件事 因为台湾的圣诞科的数字 应该是在全世界里面非常重要 发现说亚洲人用这样的公式算的时候 常常低估了我们的圣诞功能 就是比较低估 这个数字就是说 简单来说你的母亲47 可能他比跟那个美国人那些比起来 是比这47还要高一点的 所以其实47并没有非常差 有比较差但是没有非常差 所以你应该还是属于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三群 有圣诞病 但是这圣诞病里面有比较厉害比较不厉害 听起来也是比较不厉害的 而且85岁了47 我觉得只要好好的控制 不管如果他有糖分的问题 如果糖尿病那就好好的控制糖尿病 有高血压控制高血压 然后定期检查 那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47如果对一个80岁的老人家来讲 是不好但是也不用非常担心 他以后肾脏坏掉就是在这一辈子 一定就会遇到透析也不见得 因为台湾平均开始透析 这个数字 胜氏球过滤率是4 差不多4 4 1、2、3、4的4 所以你母亲离那个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他不见得会遇到 所以他的最实际的建议应该是说 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 应该是说那你就定期检查 然后刚刚我在讲的一些治疗 那就要跟医师来讨论 就是他需要哪一些治疗 让他维持在这里 甚至还会再好一点 那你想想看85岁 我们的目标是让他再活20年 那如果我们把他撑住的话 那当然就是没有问题这样 OK 抱歉 因为我妈妈那个 她就是 她那个嘴角 我不知道 知不知道 她那个两个嘴巴的嘴角 都越来越 越来就是嘴角一直往下垂 那个好像是肾脏很不好的 身体很不好的人才会这样 这时候翻过来我们反而 因为嘴角 单纯肾脏病不会嘴角这样往下 翻过来要不要看看说 他有没有神经的问题 有没有中处神经的问题 然后是不是有小的血管阻塞 但是晚上吃女孩最不好 晚上一直在吃安眠药 对 那所以这个 因为药物我们刚刚没有提的非常多 其实药物也是造成肾脏功能不好 还有身体状况不好的关系 因为看起来这是神经的关系 不是肾脏不好的关系 那药阿美奥那个应该要重新才去调整 应该要重新调整 那他的肝不好 那都一样啊 就是我们把整个人拿出来看 他肝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不要影响到肝 不要影响到肾脏 然后去处理他的问题这样 我再举个例子 那个我们基金会的监察人 王家以王大法官 也是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洗肾也洗了很多年 洗肾洗了很多年 刚刚我听院长讲了以后啊 这个洗肾啊 三个例子啊 第二个 我们请自由时报的发行人 无发行人也演讲过好几次 他身体非常好啊 他身体非常好 我记得三次的演讲在讲台上啊 升龙活虎 在讲台上升龙活虎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李登辉前总统 因为我跟他办公室的主任非常丑啊 他差不多将近一百岁了 他也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现在已经进步到自己打胰岛素 自己在打胰岛素啊 最近好像又到农总去住院了 所以刚才我听院长讲了以后啊 那我感触很深啊 这个洗肾啊 刚刚院长特别在讲啊 搞不到我们洗肾的人数 是全世界最高的 洗肾的人数啊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这个肾脏啊 对大家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来下面来 请你举个手 来前面 好 来后面先 那刚刚院长有提到 现在有很多的药物 可以帮助改善 但是所有的药物不是都要经过肾脏代谢 那这两个基点 其实是有没有充足的 第一个应该蛮确定的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药物都是经过肾脏 也有很多不经过肾脏 也有很多是经过肝脏 然后有的就是没有吸收 没有处理 就直接会处理药 就是排掉这样 所以这个是没有 那第二件事是说 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有肾毒性 很多药对肾脏是没有影响的 那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 有时候大家都说 有什么西药非常的危险 其实我是觉得说 其实西药 每一个药 如果要经过FDA TFDA 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 就是程序 就要经过非常多次的临床试验 然后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会对哪个器官造成影响 都一定要明确的被标注以后 才可能上市 所以反而是非常的清楚这样 所以不是所有的药物 都会对肾脏造成伤害 而且其实应该说 会造成伤害的 有一些蛮明确的特别几种 其实最常见 在台湾最常见 现在健保署也准备要在健保卡里面提示 甚至以后下一步是不是会 所以如果肾脏功能不好的话 他直接勾肌不准开这一类的药物 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止痛药 那也不是肋固醇 肋固醇对肾脏是没有伤害的 是一些我们通常在关节炎吃的止痛药 那因为台湾老年化社会以后 对外性关节炎非常多 所以吃这样药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而且更危险的是 这些药很多根本就不是从医院开出去的 因为你在药局就买得到 那这些只要肾脏功能不好 就是高危险群的人 他又常常吃这个药 或者几次就好了 他就会受伤了 那你就会从这个2000万的跳200万 200万的再往前面跳 就是跳这个八九万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 就是说对药物的话 这个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 其实反而是要去跟 如果有这样疑虑的话 反而是要去跟这些圣诞科医师来讨论 因为每个人他的状况都不一样 他的年纪不一样 他的共病不一样 那他使用的药物也不一样 那药的部分当然是比较更复杂一点 就是有时候药跟药是有交互作用 你可能吃一种没关系 吃两种就有问题 那刚刚确实是我有提到 确实有很多的药物 现在新的药物被研发出来 对肾脏是有特别的保护左右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就是会尽量让这样 我们台湾的这样的医疗 这么好的医疗环境 会让我们所有需要的人 可以得到好的治疗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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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所有人的问题要请教您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教祖 我一个姐姐 刚刚患了那个多郎胜 患了那个多郎胜 可是呢 她现在已经在高雄长江医院洗身 已经十年了 而且 她在洗身当中又病发 当高血压 所以她现在 可以说是 洗肾结果都没有洗色 那我请教你的就是说 我有这样家族性的遗传 那个多郎胜 多郎胜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洗肾 还是那个只有少数人 会洗肾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本身就是那个肾血管有长血管流 而且在那个台北上 常人做肾脏剪裁 刚开始的时候是半年剪裁一次 现在医师说你的 你剪裁切得正常 现在改为一年剪裁一次 那我到那个最后呢 然后会面向我姐姐要洗肾的那个肇育呢 好 谢谢 谢谢 那应该算恭喜你 如果经过这样检查 表示你没有多郎胜 对 那多郎胜跟血管流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那多郎胜幾乎是 多郎胜就是遗传的 就是它是遗传的 那它是显性遗传 可是显性遗传的话 一定是你的父母亲里面球中有一个 那有一个以后 但是小孩子大概只有一半的会得 那显然你是运气好的那边是没有得到 就是没有被传到 那多郎胜的话第一个问题 多郎胜这种遗传性疾病 它应该算是 最常见的肾脏的遗传疾病 然后它这样的疾病的人 几乎如果活得够久的话 都可能会遇到偷袭 那在早期 因为现在这个基因已经知道是哪一种 那早期都认为说只有一半的人会变坏 现在就发现说随着大家年纪渐长 因为通常早期的时候 我们发现第一个基因的时候 那些人会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透析 我不知道你解决是不是 那 那就是在四五十岁以后 它生产功能开始变坏 然后有的就会到透析这样 然后就会发现说另外一群人好像都身上都不会变坏 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发现另外那一群的人 他可能在八九十岁要透析 所以几乎是真的都还是会坏掉 那现在当然现在跟你讲也来不及的 但是对小孩子来讲可能是有帮忙的 可能第一个你姐姐那边的小孩子是应该再去筛检 那多囊肾的话在2018年的话 有一个新药已经出来 是专门治疗多囊肾 那虽然这个药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不知道 因为至少它是FDA跟TFDA TFDA就是台湾的神秘药物 都已经通过了 那它不是多囊肾会不见 但是它变坏速度会变慢 假如你是八九十岁才会得 那可能你一百多岁得 那可能你一百多岁得 一百多岁才会生药花囊肾 那其实这件事就会好多了 那本来是四五十岁会得 那你可能七十岁八十岁 那也是好事这样 那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有要 而且台湾的健保已经通过 不过要专案申请这样 所以其实台湾我就说其实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 对台湾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还是有还不错的一些 很多世界新药还是有在进来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维持 我们一个好的医疗环境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有 那第二个就是说血管流的部分 血管流基本上是一个 其实很多人都有 那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其实那个常跟医院的医师讲的 应该是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如果没什么变化 你也不用那么长一直去检查 因为那个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怎么样 那跟多岁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那可能就是在看看说 它变大的速度啊什么 那有没有要去 是不是有别的事情在发生 血管流本身本来反而是 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可是当然跟我讲说 你的那个肾站 你稍微有一个萎缩 那有没有到最后会牺牲呢 其实听起来应该是不会 那那个萎缩其实是一个形状 可是我们到最后就会 到最后还是要看功能 功能够不够用 其实大家应该想说 我够不够用这样 因为那个器官是要维持 我们身体的 那萎缩真的是只有形状 所以每次大家都听到 萎缩就会下得要命 其实也不见得 所以如果功能是好的就是好的 有的人肾脏就是小一点 那其实肾脏的大小跟身材也有关系 那女生就会小一点 男生就会大一点 那台湾人可能就会比欧美 再小一点点这样 那这些事情都是 最主要是那只是一个样子 通常我们在讲萎缩 其实比较有意义的 反而是说 你肾脏的功能已经不好了 然后肾脏又萎缩 那告诉你说 这件事可能是很久以前来的 不是最近发生的 大概最大意义是这样 假如你肾脏功能很好 然后你去做什么 检查说 你肾脏比较小一点 比较萎缩一点 其实那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功能就是够的 那就是追踪就好了 这样 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过去在国库计刃馆办的时候 两个小时结束完了以后 都移驾到门口 还要问半个小时 因为今天这个演讲非常特殊 因为吴院长差不多 演讲的时间差不多 将近一个小时 所以几乎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来发问 所以各位一定要充分的 利用这样的时间 因为原则上我们电视的转播 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电视的转播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你来充分的来 跟吴院长来请教 下面一位 请您举手 来 好 来 我们给你麦克风 都要转包出去 请问 那个 运动 水喝的 就是说不够多 是不是会引起肾肿肿大 然后进一步变成肾结石 那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臭臭尿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想也是 大家都是有个方案心理的问题 其实 运动当然是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天气这么热 那当然水分会蒸发 如果大家如果说去那种大太阳下面 可能你刚开始去 去的时候量一个体重 然后再走一阵子 走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以外 可能还会少一公斤以上 那那个就是水分会蒸发 水分蒸发的话 对生长是不好 因为会脱水这样 那脱水的话 其实不是造成肾结石 它跟肾结石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水分少 尤其是在本来 生长功能就不好的人 那就会让他肾脏变坏 那如果生长功能 本来就比较好 就是比较好的人 他会自己去调整 所以他可以调整过来 但是还是不好 所以应该水分赶快补充过来这样 所以简单来讲是这样 那石头的话 那是另外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疾病的类别 那肾脏结石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尿液里面 那里面本来就是一些矿物质 本来是要排掉的 那它的溶解度 溶解度变差了 不管是它的 这些矿物质太多 那最多的当然是草酸钙 这些 草酸钙、磷酸钙这样 那它容易沉淀 或者是它那个环境 酸减度不对 容易沉淀这样 那这些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通常就是它容易就是把这些便解质 这些钙、草酸 一直放到尿里面 放得多的人比较会 那这是跟体质 真的是体质有关系 是有些会得的人 就会一直在得 那如果是有这种体质的人 那又加上脱水 那当然就会变成更容易结晶 那当然就会 石头就可能就是会变得 就是会变大这样 因为它就是一直黏上 你是想沉淀物的 石头其实是类似一种沉淀物的概念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所有的有结石这样的 泌尿道结石的 我们都鼓励它有更多的水分来 就是来补充这样 那这个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大家就讲到泡泡尿 那泡泡尿其实这个是 那为了让大家 更容易去注意到自己的状况 那其实它只是 应该我讲一句话 就是说 泡泡尿 就是说 蛋白尿常常会有泡泡 但是有泡泡不一定是蛋白尿 有泡泡有很多种原因 所以看到尿有泡泡的话 不是紧张 应该是再去掩一掩看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我们刚刚在讲 我们通常在追踪圣诞 就追踪两种 一种是血液的圣诞功能 那另外就是蛋白尿 那你就是去check看看 有很多人不是 因为事实上 大家也不会去看别人小便 你如果通常在上厕所的时候 尤其是男生 你站高一点 那也还是都会起泡 那另外水分少的时候 有时候也比较容易起泡 那另外也有些人跟饮食有关系 像有时候兜类比较多 什么因为它就会产气这样 那其实大家都不用再去揣测这些事情 虽然有很多网路上 或者是我认为那叫做乙儿传儿 就是说它的尿只是泡泡 冲了以后还不会散 然后泡泡很细很大 很细的比较会 那很大的就没事这样 那些我觉得都不用再揣测 应该是直接去演员看就好 因为咽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 那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知道有没有 那有的话那你就是200万这边的 就是肾脏已经有一点受伤 那有受伤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到说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的状况 请给我举个手 好 来 请 喂 院长你好 喂 院长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很流行吃健康食品 那如果同时吃很多 比如说吃骨头的 吃眼睛 色物线 心脏 二层筋的 这些如果同时吃的 会不会影响到肾脏股胎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我们简单的来回到这样 因为其实事实上 大概第一个 要把健康食品当作是食物级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食物级的东西 你就会开始想说 那我今天吃麻油鸡加冰淇淋 这样好不好 就是这个概念 通常是不会对肾脏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总是食品 但是很多东西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还是要小心 那就像刚刚讲的 那这时候 这个麻油鸡里面 有没有盐分特别的多 那你是不是有办法接受 那刚刚当然有谈到 就是说很多的 这些营养食品里面 营养食品里面 其实有很多就是跟电脊池有关系的 刚刚这个游戏像这钙 就是有的人在补充钙质 然后就是又有维他命D 那帮助带钙的吸收 那可是钙如果一般正常在吸收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有些人 他吸收非常的多的时候 那个就会血里面的钙增加 血里面的钙增加就对生产不好 所以还是一样 如果我是建议说 当然有的人就觉得吃了那些就比较安心 那是一个生意 那他们通常在讲的事情 虽然讲的很多很多的道理 其实都是证据应该是不强的 因为如果证据强的 健保就会给付了 而且就不会放在食品级了 那这样的 其实那个的程度 应该就是说 我们少吃咸的程度那个意思 就像吃的那些健康 那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吃了很多又担心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来验验看 你就把它当做 那是不是高额 你一开始怀疑的时候 那你可以来验验看说 到底有没有受影响 通常吃的如果是跟药物 这些对身上有影响 通常比较急性的两个礼拜都出现 所以应该吃了任何的药 或者是你认为就是很多的组合 因为这组合你可以有上千上万种组合 那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 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又不一样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 有怀疑就来验验看 尤其是高危险群 有怀疑就应该来check 好等一下我来请教吴院长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在车子上又听到一个广播 治疗糖尿病啊 他说唐飞前院长跟吴登李副总统 都有吃他的药 我真的打电话给唐飞前院长 跟李登会透过办公室所在问 你这个药我怎么 你把这两位前辈啊 吃你的药有这么大的效果吗 好我要跟吴院长请教的就是说 治疗糖尿病大概两种方式 一种吃药 一种是打胰岛素嘛 那李登会总统啊 我是看很多的新闻上 他自己在打胰岛素了 我我不知道说 包含我们基金会的监察人 王嘉宇王前院长啊 最后洗肾也洗了那么多年了 包含这个联合报的 自由时报的发行人啊 吴阿明也是这样的情形了 那我不知道治疗糖尿病 除了吃药还有打胰岛素 这两种您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好 对不起 我来请教 OK 其实那个糖尿病 糖尿病其实如果在血糖的控制里面 其实不只胰岛素跟口服药 口服药有非常多种 现在打真的里面也有不只是胰岛素的 现在有新的一种 那当然它是一种荷尔蒙的抑制剂 那它会让你不想吃东西 然后糖尿病那个胰岛素的代谢慢一点 所以现在有更多更多的药 就是说新的药在出现 然后那口服的药也越来越多种了 那现在目前为止 在一直到今年之前 其实大部分所有 不管你用胰岛素或用口服的 只要血糖控制好 对于后来产生合并症就会减少 所以应该说胰岛素跟口服药 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武器 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那它就会得到效果这样 所以不是说你打真的就比吃药的强 吃药比打真强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方式 我们来组合海军陆军空军这样 它可以把任务达成这样 那现在但是糖尿病的药在今年 就是去年的年底2019年2020年 那台湾这个药也已经进来了 那这一代的药已经发现说 有一些降血现在新型的有一种降血糖 它不但可以控制血糖 它可以经过不控制 这不是血糖的关系来保护肾脏 然后让肾脏功能变好一点 在糖尿病造成的肾脏病变里面 所以这个药也已经就是已经有了 所以这件事情也一直一直在进步 所以这些东西也一直在进步 所以刚刚那个就是洪博士问的问题非常好这样 其实大家就是打针大家不用排斥 那刚刚有讲到 那它是一种方式 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那现在的针 现在我刚刚在讲那种抑制荷盟的针 在台湾进来的 在国外已经有一个月打一次就好 现在在台湾进来是一个礼拜打一次 你只要打一次那你就不太想吃饭 还会变瘦 就是因为你就不吃饭 然后医导素在身上的 就是它的分解会变慢 所以你自己制造的医导素会呆久一点 那这样血糖也会变好 所以这些事情都持续在进步 大家也不用去记这些进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那你去找到你的医师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 那大家就会找到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目标只有一个 把糖分控制好 那在这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提一件事 就是说 每次可能有很多的 当然这是我们实际的经验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 然后来到了医院来到门诊 他会说我都很好啊 我血糖很高啊 我血压也很高 但是我还是很强壮啊 我吃得很好啊 跑得很快啊 我每天上班都加班啊 什么都很好 那我干嘛要控制 我干嘛要控制 那你说我生产功能有差一点啊 没什么大不了 我现在也是很棒啊 什么都很棒 那其实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 尤其是血糖跟血压这样的概念 的治疗 其实他是在预防 后面的合并症 他不是主要为了 当然有的人控制好以后 身体会比较舒服 可是也有很多人真的没有症状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 除了让我们朋友们都不会不舒服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要预防他的合并症 因为如果是我们就讲糖尿病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糖尿病如果他的慢性合并症 当然肾脏是一个 再来就是眼睛 再来就是中风 心脏病 周边血管疾病 就是那个手脚 你看那个什么在广告的压过去没有感觉 神经病变 还有那个周边血管疾病 那如果我们这个我这样讲好像太 都讲一些那种医医医疗的名词 就没有感觉 那我们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真正的场景就会变这样 你通通都不痛治的话 那这些糖尿病的人 如果他运气真的很差的时候 这些糖尿病的朋友们他就会中风 一边不能动 脚血管不通要截肢 然后还要去洗肾眼睛看不到 手脚非常的麻 那这些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 通常是不会反转的 那个时候你在反悔或是说 那我们重新再来控制血糖 是不会翻转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在控制这些慢性病 就是在减少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拼命的控制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下降 那何况你不控制 这是已经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这样 所以这个大家都会说 真的这个不是为了舒不舒服而已 这个是控制好以后 我们减少后面的合并症 高血压也是一样 那高血压大家想到的 就是其实他那个场景就是 一样是他重风的机会比较大 然后他容易心脏病 然后心脏衰竭 就是会没有力气 走两步就会喘这样 就是本来住四楼的不行 他一定要搬到一楼 不然就是一定要搬到电梯里面 那一定有 那不能动了 那只能坐在椅子上 那晚上睡不着 因为睡下去就会喘这样 那这些事情或者 然后更严重那就等待唤醒这样 心脏坏掉还不能洗心脏 那就走了 其实所有的器官里面 为什么肾脏那么特别也是这件事 所以让我们的肾脏病的人 就是我都会说他们是我们的生活的哲学家 因为只有肾脏病 只有肾脏这个器官 他全部坏掉以后还有透析 那他可以继续活着 那还过得很多人还过得还蛮不错的 可是你想想看其他的器官 你如果心脏坏掉 那除了心脏的移植 那大概就是走了 肝脏坏掉也一样 就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外来的替代疗法这样 肺坏掉也一样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再次强调 当我们在控制这些慢性病的时候 不是为了症状 是为了以后不要减少出状况 所以是一种危机 就是 危机就是减少危机的概念 就是我们一个减少危险的概念 是一种预防的概念 那也为什么说你看看 那当然你们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非常多非常多的这种奇怪的 也不是奇怪 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他就会说 这个就不用控制啊 他也是过得很好啊怎么样 那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其实那个是比较早以前的概念 那说实在来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 反正有时间我们再讲一些故事好了 那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件事 我们先讲高血压好了 其实高血压在以前被认为是不要控制的 100年前 在18年的末期 然后当然也是在非常出名的旗干 那当然都是在欧洲那边 那他们就会说高血压是不用控制的 这是这个控制高血压的人是 就是发疯了可能是就是笨蛋这样 因为上帝就是要给 就是有些人就是需要那么大的压力 才能把血送到脑袋里面 其实现在网络有的人还在传这样的消息 可是这样的事情也真的一直都被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对以后不一定是对的 那他一直认为是这样 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非常出名的罗斯福总统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就中风了 还是出血 他就是高血压 但是他们的御医是说不用治疗 因为当时就认为不要治疗 后来他就是脑出血 那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完了以后 他就死掉了 因为再一次的脑出血 所以总统 美国总统都这样 因为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更好的高血压治疗以后 我们这些我们的寿命继续延长 我们中风再下降 那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概念 当然这个后面还是有一些结果 那这是我们要面对的 就像说我刚刚在说的 以前这些人可能再早早的 我们就举罗斯福总统好了 他如果像现在血压控制得比较好一点 他没有发生中风照顾得比较好 他可能后来就身上坏掉 因为他现在就没有身上坏掉的机会跟时间这样 那我们现在照顾得越来越好以后 后面的这些老年的和病症又会开始出现 那所以以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智 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 他没有到那个机会 所以他就是他脑袋还没有退坏之前 他其他的器官就出事了 所以我们就会面对一直有新的状况这样 所以这个只是在跟刚刚也就是回应洪博士讲的 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在危险的减少 我们让危险减少 我想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健保制度 我好像要推崇它 你看看美国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 造成那么多人的确诊跟伤害 他们要治疗一个人 他如果说他们没有保险的话 不得了不得了 而我们国家 我觉得我们要对我们国家的健保制度 要推崇它 因为所有的这些疾病啊 大部分都可以由健保来把你治疗 这是一个很难得 尤其我们现在被疫情的防治上啊 我们做得非常好 当然现在只是防堵了 就是尽量不要对外开放啦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好不好 好 请各位不要客气来发问 等一下 来来来 没有问过了让你先问 等一下请再给你再问 请问 吴院长 刚刚说 盐粉对高血压 对现在都有重大的危害 假如盐巴少了再少 那钠泥子会不会过低 那过低了会产生什么症状 谢谢 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盐分要少到钠泥子有问题 其实机会是不大 其实钠泥子的问题 其实反而不在钠 是在水分的控制 就是那水分控制 也不是你喝多少水的问题 那还是我们中枢神经的问题 其实是在脑下垂体里面控制的 所以通常钠泥子低 其实都不是钠不够 都是我们的水分调节系统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问 为什么水分调节系统出了问题 那这个所以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第二件事 要有一个非常 也给大家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就是 其实我们不加盐 不表示我们没有摄取钠泥子 因为钠泥子到处都有 就是我们的肉就算不加盐 里面也有钠泥子 我们很多的那个就是食物里面 不管菜啊什么 他有一些都是有钠泥子的 那这些事情 所以不完全是一定要加盐这样 大家就想想看好了 那跟我们一样都是哺乳类的 有谁在加盐 我是说狗加盐吗 所以你给他加 或是说他们在外面的狮子老虎 他们是吃肉的 其实血里面也有钠泥子 所以一般的食物里面 钠泥子是够的 那为什么盐分会变得 盐分会变得在人类 其实是这些 这翻过来是一种文化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盐是不容易取得的 所以以前有盐的人 其实是算是蛮奢侈的 蛮奢华的 然后他就可以配 让食物有更多的风味 然后他可以配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这样 那所以这些事情 不一定要加盐 还是够的 那你如果对于钠泥子有状况的 有怀疑的话 其实翻过来也可以来check看看 不过通常是水分的问题最多 水分的问题最多 来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不要客气 可以 来 好 来 来 明明正你好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有一个亲戚 他那个平时很少喝水 而且用黑咖啡 用那个 那个 苦糖的黑咖啡当开水喝 那我请教你吧 这对顺畅有什么后遗症呢 谢谢 用什么杯 用黑咖啡当开水 黑咖啡 黑咖啡应该不会喝太多 一天能喝到 这又是刚刚 其实跟刚刚那位朋友问的 其实是非常 就是 其实是水分控制 所以我说肾脏就是非常强大 如果你肾脏是好的话 那只能个系统 其实水喝的少它不渴 其实很多人也是都没有事 但是 它就是比较危险 就像说你去外面 那你有脱水了 你晒了太阳 你水不够 肾脏功能是会变差的 那通常 他等一下回去又喝了一些水 或者是又变好 他又恢复了 可是一次一次的伤害 有一些就会造成一些慢性的伤害 所以这个是 当然是不好的习惯 应该说这是不好的习惯 但是 是不是他这样 就是 其实大家也是一个迷思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习惯就是不好 但是我就是没怎么样 那这种都是几率的问题 就像说 有些人 也有高血压的人 那他可能也没有控制得很好 可是后来他 后来可能活到90岁 也没出事 然后他就说你看吧 我都不用冲制 可是你再说 如果同样这样的习惯 有一些人 可能有更多的人 那他就出事了 所以这些人你应该说 这是上天特别保佑他 但是不是说我们要学他 或是这样就很健康这样 那这个应该是 但因为一定不是 这是人的身体 绝对现在目前 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 这样就对了 所以有一些人说 那我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 或是觉得现在目前这样觉得这样不好的事情 那他说我做了也没事 就好像说我闯红灯 但是我也不见得会被撞到 这样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不能闯红灯的 那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 我们既然要好好的就是过快乐的生活 我们不用去为 用这个来堵我们未来的健康这样 请问文院长 提到说就是饮食方面 假如是食物吃的太多了 你说到呕吐的阶段 呕吐的阶段 食物吃到呕吐的阶段 然后喝水喝到三千到四千 然后喝酒过量 这个会不会影响肾脏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通风的人尿酸高 会不会影响肾脏 谢谢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事情 第一个 通风会不会影响肾脏 简单的答案 会 因为通风以前 这又是另外一个演化的问题 其实尿酸会高的 大家有没有听说小狗会通风 或猪会通风 其实不会 其实是人类才会尿酸特别高 那当时人类也是为了配合说我们盐分吸收的比较少 当然这个是生理的问题 所以尿酸在人类是非常重要 可是在食物匮乏时代它是很重要的 的基准让尿酸稍微留在身上一点 可是你如果吃太多了它就会变太多了 因为我们又留下 所以以前通风这件事被认为是国王才会得的病 就是你过的 要过的 要吃的很低 就是吃很好才会 所以但是现在人大部分都吃很好这样 就是跟以前的国王一样 那就会比较多这样的 就跑出来这样 所以第二个问题 痛风会影响 因为痛风这些尿酸结晶有一些会跑到肾脏去 它会造成就是肾脏功能就是变坏 它会引起在肾脏里面有发炎反应 那尿酸真的很高的人也会尿酸结石 那有的会造成就是阻塞性的肾脏病 那另外还有尿酸跟肾脏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 尿酸的话当然到非常出名的 就是如果高 有一些人也不是每个人高的就会痛风 那就会痛风关节炎 痛风关节炎吃的那个药 就是那种止痛药 就是刚刚提到的 那就是第一名会让肾脏变坏的药 所以那样的话就是间接又变不好 那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吃太饱是不是 吃太饱吃太多 那其实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答案应该也是 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发现说 如果你肾脏功能本来完全正常的人 然后你让自己非常的胖 就是食物非常的多 然后体重非常超过 肾脏是容易坏掉 那水分如果说是 其实通常我们喝水 喝到一个量的时候就会不舒服 不舒服当然要挺 如果不舒服还一直拼命的喝的话 那这是另外一种毛病 那这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毛病 那是一种精神病的 所以说我已经吃不下 然后还拼命的吃 其实这个是一个精神状态的病 那这种人当然肾脏容易 还是比较容易坏掉 但是刚好相反 有的人是什么都不吃的 那这些都是不好的 我再来跟吴院长请教 因为您的这个专场里面有一项 这个肾脏移植跟照顾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上个月有关肝脏的移植 这个高雄长庚医院 这个农育院长他做得非常成功 我们几年以前也请他来讲 是不是请吴院长来谈一下 因为您的专场里面有一个叫肾脏移植 跟照顾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您也才注意一下 那我们先 刚刚我们不是画了一个地图给大家看吗 就是有四群人 就是完全健康、高危险、肾脏病、末期生病 肾脏移植这个部分就是在末期生病 肾脏移植是 肾脏移植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替代疗法 就是当肾脏已经坏掉没有办法功能的 里面的其中一种 那肾脏移植又分两种 一种是叫做活体的移植 那另外一个大爱捐赠 活体的就是说 因为肾脏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那肝脏现在也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一个人有两个肾脏 所以你可以把它捐给就是 我们在台湾现在是五等轻 血轻、五等轻或者是配偶 那你就可以经过一些程序以后 就可以捐给、捐出来给他 就是一个肾脏 那通常一个肾脏对一个人来讲是够用的这样 所以剩下来的这样 所以这个 那另外一种就是等待有人捐出来这样 那捐出来 那整个台湾现在的状况下是 我们大概有7000人在等待接受肾脏移植 但是一年捐出来的大概200个 就是包括亲属跟或者是大爱的捐赠这样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很多 那这个后面等待的人现在会越来越多这样 那是可能是来不及 那我们一年产生新的需要透析 那当然需要透析就是需要肾脏移植 但是有一些因为年纪太大 他也没有办法去登记 像你说我们的 我说我们平均67岁开始透析 那有时候70、80岁开始透析 那这些通常他们就不是很好的 就是候选人 就是等待器官移植 因为他们可能年税也不是非常多了 然后这个器官进去以后当然就会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年大概会产生的 一年大概会有一万个新的病人 但是一年也会挂掉大概8000个 所以一年净增加大概两、三千人 那肾脏移植当然是会有很大帮 那肾脏移植比起我们刚刚讲的透析 那包括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来讲 肾脏移植是 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对我们整个肾脑来讲 因为他生活品质会比较好 比较不会有并发症 就是有一些 其实大家也知道有一些血液透析的朋友 如果大家都知道 他们有时候在洗 虽然都说很健康 但是他还是会比一般人 有更多的一些不舒服这样 然后移植的生活品质比较好 他的共病 他也会减少他这些合并症 那他的存活率 就是他的活命的年限也会比较高 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的肾脏移植是绝对是比透析还好 那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捐赠的问题 就是不够多 捐的人不够多这样 那这个但是是好的 那通常我们第一年 肾脏的存活率大概就是 病人的存活率大概在95%到100%中间 就几乎都不会有 人都不会走 那肾脏存活率也大概在95% 96% 肾脏也都还在 就是种进去的肾脏也都会一直 还功能还不错 所以我们的医疗的部分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部分移植的 不管是手术还有照顾的部分 在全世界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成绩这样 所以肾脏移植是好 但是我们当然是要鼓励说 有更多的人愿意 就是像这种大爱的捐赠 那事实上说实在的 我们如果在医院这样工作也知道说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随着老年化的社会 那大家年纪也都越来越大 才遇到了这个生死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 像有时候80岁、90岁、100岁的人 他走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器官也不适合再捐赠给别人了 所以也不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那另外以前 这个也都是又回到以前的故事裡面 在以前捐赠的人反而多一点 可是经过了两次那就大减量 第一次就是机车要戴安全帽 因为以前捐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年轻人 他的器官是好的 可是就是尤其机车是最多的 然后他们就發生了 那他们就可以捐出来 可是经过安全帽以后 当然那个整个死亡的数目就减少 减少 那时候我们整个移植的量马上减一半 捐出来的量 有戴安全帽以后 因为就是手脚会断 头可能有稍微保护到 所以就没走这样 那当然也不会捐 那第二个点 那第二个点大家在想想看不知道是 第二个点让移植的 就是捐赠的数目又减少一个 又减少一段 那就是九側 就是强力九側 因为这个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好的政策 不过在捐赠这边反而就是减少 你九側以后就会减少 这里 来来 那个吴院长 一直在提到把这个肾脏功能 肾脏这个健康的健康分成四大略 四列健康的 那这个可能是 醫藏裡面醫生的做法是驗血或驗尿 請問這個是怎麼區分的 溫診這四類 第二點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是不是看我們個人排尿的狀況 尿的顏色或者是怎樣來判斷自己腎臟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這樣 OK 謝謝 第二個就是說自己判斷不準 完全不準 看顏色什麼都不準 所以你也不用就是自己看了 搞不好你那個馬桶裡面本來的底色怎麼樣 都會影響顏色 所以這個不準 不用期待這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再重新再提 我剛剛大概有稍微一提 但是可能也不是非常那麼清楚 簡單來說 我們從 我剛剛是從最厲害的過來 第一個就是腎臟壞到不能再壞了 你不起腎就難過 那個當然就是末期腎病 另外一個就是檢查出來以後 那腎臟功能已經不好了 或者是有蛋白尿 就是在這一群 另外一個就是腎臟功能也正常 也沒有蛋白尿 但是你是高危險群 糖尿病高血壓年紀大 65歲以上有家族史 這個是另外我們說的第二群人這樣 對 高危險群 那另外一個就是完全健康 然後他也完全沒有 就是家族史也沒有高血壓 也沒有糖尿病 然後就是一般人 驗起來也正常 那這個當然就是 所以是大概這樣 那你說怎麼知道 那這非常簡單 只要驗血驗尿就好了 我驗血驗尿就會知道說 他如果是完全 然後再加上問一下就好了 如果他怨血怨尿是正常 他就是第一群跟第二群 對不對 然後再問有沒有家族史 有沒有糖尿病 有沒有高血壓 年紀夠不夠大 那如果是 那你就是高危險群 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前面那一群完全健康的 那這個就是生活習慣要改變 那高危險群就是定期檢查 然後腎臟病 驗起來不正常的 那就是要治療 要找腎臟科來治療 那再來一群更厲害的 那就是要透析移植 所以其實非常單純 回來要做的動作只有一個 驗血驗尿 那其實我們驗血驗尿在台灣也是 從小學就開始驗的 所以那個小學一進去 那個有尿液篩檢什麼 其實我們就有發現說 就有一些人他在小的時候就有問題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會 那就是成人見檢 所以其實在我們台灣的公共衛生裡面 確實是花了很多的力氣來去找到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可以有機會在早期的時候去防治 所以第二個點是成人見檢 那第三個點就是老人見檢 所以至少有這三關 那其實中間還加了很多關 你的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 入學也要見檢 不管是大學什麼 那有時第二個 另外有一個 就是你進入某一些機關工作的時候 他也要求員工見檢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關 那你就會很快的知道你是哪一群人 然後我們就做根據這樣的 就是應該就是說危險度的程度來做我們該做什麼事 就來做什麼事 那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防護系統這樣 好 我想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要跟委員長請教人 好 來 請 給他拍拖 我聽到了 我再重覆一次 看有沒有 就是沒有聽清楚 就什麼情況會後背痛 對不對 是嗎 OK 其實大部分後背痛都不是腎臟 因為腎臟是不會痛的 因為腎臟痛只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結實 但是那個痛法絕對不是一般人的後背痛 那那個痛法其實也有很多人也有經驗 其實腎臟如果是結實的痛比較偏向 當然有的人是悶悶的這樣子比較少 比較接近 如果石頭在痛的時候 比較接近生小孩子的痛 就是完全坐立不安 根本不知道怎麼樣 你坐著也不行 站著也不行 他就是很痛 而且來了 很快有的就又好了 又一陣 而且一下深 一下有 一下沒有 那另外就是有感染 就是泌尿到感染 比較厲害的泌尿到感染 那通常那個都會伴隨著發燒 小便不舒服 貧尿 尿很急 這些症狀 然後小便可能也會有時候有血尿 看到血這樣 所以這些 那其他的腎臟其實不會 腎臟不會痛 因為腎臟根本裡面沒有痛的神經 腎臟只有外面的皮油 就是包他的那層膜有神經 所以腎臟不會痛 所以你也可以問很多我們的腎友 就是他腎臟已經全壞掉了 你問他會不會痛 是沒有痛 那他們說這邊酸 那邊酸 那是貧血的痛 因為如果貧血的話也會酸痛 因為你那個背肌的力氣就是不夠 所以大部分的後背痛 其實知識的關係最多 知識跟體力是最大的原因這樣 請問一下院長喔 那個中外治療腎臟病的那個方法 大概都已經標準化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名詞叫做 腎臟科名醫這種奇怪的名詞 然後到旁邊不一樣 我沒有 對不起 我沒有 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請你講大聲音 腎臟病的治療中外 大概都有標準的程序 那不曉得為什麼會有一個名詞 叫做腎臟科名醫 難道他有跟別人不一樣的治療方法 應該第一個就是說 腎臟科名醫本來就沒有這種Term 我也不知道大家要用這樣 那我們只是聖誕科醫師 我們盡我們的力氣 盡量去照顧這樣的病人 那確實是有標準的治療 但是標準治療裡面 有很多是要彈性使用的 就是說你看說這個人是住在哪邊 他年紀是怎麼樣 他的家庭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他可能選擇治療是會不一樣 不過應該滿確定的是沒有這個 我也不知道說有為什麼那樣的名詞這樣 那我也不贊成有那樣的名詞 但是我們就會儘量說 我們隨著世界在進步或變動的時候 再加上我們就是我們本土的 就是我們自己台灣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我們的病人這樣 那我們也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 大家聖誕共同會有狀況這樣 因為他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會影響我們的生活的 生活的日常生活 當然影響我們的快樂這樣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了 我非常謝謝吳院長精彩的演講 以及精彩的會議 幹聖誠 因為我們在找過的 至少